看来这几个犯罪嫌疑人是没有开锁的手艺 但是有靶子力气 但是不管你是手艺也好还是力气也罢 你要用在正道上可以造福别人也能养活自己 你要用错了地方 这就是下场 最近在昆山出现了一种用所谓的戒指来抵押戒钱的骗局 来看一下今天的社会志安播报 两个多星期前 昆山的张师傅开车外出时 被两个外地男子拦住 他们说自己的运输车出事故被扣 想借点钱交罚款 看张师傅很犹豫 两名男子拿出一枚翡翠戒指 说可以留下做抵押 张师傅就借给对方700多元钱 并约定第二天还钱赎戒指 可第二天张师傅左等右等都不见两名男子的踪影 民警检查发现 这个所谓的翡翠戒指其实是塑料做的 根本不值钱 路上遇到陌生人借钱 请提高警惕 不要被对方的穿着打扮迷惑 可以建议对方向附近